有人问我怎么看张智霖袁永宜的儿子张魔童 一次做秘密眼动作歧视立场有问题这件事 怎么看能说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2021年的时候 他就做过一件事 当时张魔童在他个人的视角账号上呢 玩起了你问我答的游戏 有个网友问他现在在中国吗 他当时呢晒出了一张香港的照片 并用英语回答不现在不在 事儿被人报出来之后呢 袁永宜就发文澄清道歉 说是英语用语不当了误解了不是立场问题 他会进行批评教育的大概就这样 我为啥就这事印象这么深呢 那个时候我粉丝不算多 我就做了一期节目 对袁永宜说的这是英语用语不当表示了质疑 我的视频发出来之后 我记得不出意外的很快被公关了 这次是啥事呢 张魔童又被人报出来 在他表哥的视角账号里边 曾经拍了一个舒畅的视频 这次更过分 视频当中他做着咪咪眼的动作 英语歌词当中呢翻译出来有这么几句 我问他们是否能看见 当时做着咪咪眼的动作 指的是谁大家自己想 还说他们来自广州 他们看见我在吃狗肉等等 啥意思大家自己琢磨呗 这段视频不是最新的 据说是在2019年的 现在只不过是被人给爆出来了 曾经好像袁永宜又澄清了 说不是歧视 不是吗 在国外待过的人都知道 这是还是不是 不需要辩解也不接受辩解 我看网上有人说 这两口子就是光挣钱了 疏于管教的结果 这个事怎么说呢 家庭教育尤其是三观价值观 大师大飞的立场这些 应该是很明显的事吧 父母再怎么忙 就这些关键问题的 言传身教不会对孩子有影响吗 或者说如果就真的是 孩子没教育好 这个教育的责任是谁的 是谁在教育 如果不是父母是学校吗 当家长的在家里 真的就从来没有灌输过 不对的事吗 其实我这么个小博主 有的话不知道能说多深 毕竟咱们跟那些大明星比不了 说了人家一句不好的 人家公关团队 稍微动动手指头就行了 那我换种说法吧 咱不说人家这些大明星了 我就说说咱们普通老百姓 如果一个娱乐明星立场有问题 我们还能给他们机会 继续在咱们这捞金吗 比如湾省菜姓女歌手 最近风风火火的 来咱这开演唱会了是吧 她之前是不是 疑似立场有问题啊 再比如某些港星 曾经发表过不当言论 就跟没事人似的 参加综艺节目赚钱 湾省的老演员说过 要死守哪哪 也跟啥事没发生一样 所以这两口子的儿子 一次做了不当的动作 说了不当的话有事吗 又不是他们两口子本人 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些 是本人都没啥事对吧 何况这是他们的儿子 是英语用语不当 是他们工作太忙 疏于管教就这样 有人说是不是双面人呢 这个东西咱们敢说吗 之前我说这些明星 哪次不是被骂被投诉啊 再说了有的事情 需要我们说的那么白吗 不过互联网真的有记忆吗 我看威逼 对于那么多妄性很大的人 我真的感到很无语 客观的说 我不是说不能给一些 犯过错误的人机会 但是我觉得得看是啥事 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祖国完整生的立场上 真的没有一点奇强的余地 一点也没有 说到机会 我们中国那么多人 努力做演员歌手 没有机会的人一大把吧 我们真的有必要给那些人 留着大把的机会出名赚钱 冒着影响他们的粉丝 三观的风险 也要给他们机会 这样做对吗 我知道我这期 幼稚大概率没有流量 风险指数很高的节目 不过无所谓了 有些话总要有人说一下吧 可能我话说多了呢 退休前主编之辈 又会出来说 我们一点不包容不大度了 好吧我就是个普通人 可能确实没有人家的风度高 我只不过不想看到 我们祖国辛辛苦苦 多年来努力建立的东西 被破坏 尤其是三观思想立场上的 人们一旦受到了影响 这种影响就可能是不可逆的 多了呢我也不说了 懂得朋友就帮忙点个赞 人家的团队和粉丝们 爱搞点啥小动作 随便吧 爱咋咋地 只不过我就想提醒一句啊 做你们的工作 追你们的心的同时 千万别忘了 自己是个中国人就行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